年過完了 接著就是元宵 台南重頭戲就是鹽水風泡 不過 先前因為不逃醫院群聚事件宣布暫緩 現在疫情趨緩 台南市府跟鹽水五廟決議 活動照常舉辦 改縮小規模 定點施放 而且也不開放民眾入場 台南百年民俗活動鹽水風泡 近年受疫情影響 一度傳出停辦 引發當地反彈聲浪 台南市府十八號跟鹽水五廟戳傷後 做出相關決議 包括縮小規模 不落盡 風泡選在元宵節當天二十六號集中施放 地點在鹽水國中 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 不設置主炮城 也不開放民眾入場 只有廟房工作人員能實名制進入 因為釋放的時候避免群聚 所以一般民眾就不開放入場 整個的民俗活動 我們尊重廟房的這個做法 看縮小規模 讓這些炮城不要一整年就很危險 放在他們的家裡 主辦單位得尊照疫情指揮中心指示 提報防疫計畫 宏偉哲強調必須兼顧地方民俗活動 與防疫作為 不過鹽水風泡本意是驅除瘟疫 祈福 當地民眾直呼可惜 風泡若是集中施放意義不大 而沒有人潮就沒有前潮 但也有人指出疫情期間身體健康擺第一 傳統的文化我們一定要放的 但說傳統文化我們回到的 如果回到的就沒有意義了 日本時代人也是這樣放的 要聽政府的啦 因為畢竟如果被疫情影響的話 我們生意又變更差了 風泡施放十九號開放登記 民眾加緊腳步綁風泡 相關作業已進入尾聲 廟方工作人員會拍照純正並由消防局檢查合格 採口釋放 今年鹽水風泡恢復舉辦 但以往兩天的落進釋放泡城 現在只有一天 且取消落進 貨卫則表示期盼疫情過後 明年能盛大舉辦 記者洪志爺 現在林文正恆談談報道